国中的教育会考即将在5月15、16号两天登场 在花联市的花岗国中特别在会考前 办理了九年级的祈福活动 让学生将自己的心愿写在祈福卡上同时悬挂 也赠送给每位考生包子和种子 象征协英包种的好兆头 国中教育会考即将在5月15、16日登场 花联市花岗国中特别在考前一周举办位考生祈福活动 邀请九年级近400位的考生将自己的心愿写在祈福卡上 花岗国中校长李恩明也勉励大家将自己平时所学发挥出来 这次我们会考祈福我们也请学生把自己的愿望 对自己的一些期许把它写在卡片上 然后把它悬挂出来 我们期待说孩子的希望不断地精进 然后会有更好的表现 所以说我们都把它展现在我们的祈福卡上面 那我们也相信孩子可以做得到祈福卡的一个程度 学校准备了包子跟种子 最主要也就是其他的学因包种 那其实花岗的孩子包种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把它们最大的潜力 最优质的成果把它展现出来 我想考试只是我们三年学习的一个成果的展现 不管考得如何 我们都希望孩子借由这次的经验 然后在下一个阶段及早做准备 然后在下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这是我们对孩子的一个期许 我们也希望说孩子都可以拿到最好的成绩 比平常模拟考更亮眼的成绩出来 师生随后一同悬挂祈福卡 祈福卡上写下许多考生勉励自己的话 以及讲考生的分数和学校 校方也赠送每位考生一颗包子和粽子 上证谐音包种 期许每位考生能在考前稳定心情 考试发挥水准 并为人生下个阶段做好充足的准备 借记蒋方燕华联士报导 并为人生下一个阶段传来礼